高雄確診人數23號高達7366人 現在連第一線的醫生也確診 晚上突然就咳得很厲害 再做一次快篩就是兩條線了 幫自己診斷開藥 因為年紀符合輝瑞口服藥使用年紀 於是開了一盒口服藥 上面是白色的藥 那下面是紅色的藥 一盒藥一共有五片五天份 一片包裝分成早晚各三顆 有一顆白色藥丸和兩顆紅色藥丸 需要連續服用五天 臨床實驗結果 針對高危患者的住院率 可以降低百分之八十九 有百分之八十九就不會變成重症 副作用包括改變味覺 拉肚子 血壓升高 肌肉酸痛等等 其中改變味覺 可能嘴巴內會有金屬味 塑膠味 醫生服用覺得有感 味覺出現苦澀感 靠這一招來緩解 那我真的覺得嘴巴就是澀澀的 苦苦的不是很舒服啦 那就會想吃一些甜的東西啦 醫生也強調這一款藥物 有上百種交互作用 如果確診患者有服用膽固醇藥物 抗黏血劑心律不整或是精神科藥物 最好不能同時服用 高雄藥局也出現搶購潮 維他命C發跑定感冒藥架上早被搶購一空 連藥局醫師也無奈 因為真的太多人確診 只要禍一到就被瞬間掃光光 記者黃迅 鄧銘 宋佩成 高雄報導